为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时代周报上是发表了文章 点出了北约的扩张对欧洲团结的危害 同时呢是向欧洲释放出了改善关系和合作的信号 那想请教一下普京的这一番话能够触动欧洲吗 普京的这番话呢对于欧洲的一些媒体现在看来是有所触动 有些媒体呢说应该相信普京的话 和俄罗斯建一种伙伴式的这种一个诚实的这样一种竞争关系 但是呢从欧洲的整体上来看 对俄罗斯的关系还是受到一些俄欧基本矛盾的一些制衡和左右 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 因为在欧洲人看来 俄罗斯这个地处这个欧亚大陆的核心部位 这个对欧洲呢历史上一直是采取一种扩张的态势 因此呢从地缘政治上来讲 欧洲和俄罗斯不可能走到一起 这是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呢就是在欧洲人看来 俄罗斯人并不是真正的欧洲人 俄罗斯血液中流淌的是亚西亚人的这个血液 也就是说从文化传统上来讲 俄罗斯不是真正的欧洲国家 因此呢和欧洲在文化传统上也是有隔阂的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 第三个矛盾呢就是在欧洲人看来 俄罗斯的现行体制是威权式的 和欧洲的这种民主体制是截然对立的 也是双方也是无法这个走到一起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由于美国的因素 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盟友 美国对欧洲影响比较大 尽管现在欧洲和美国关系有所疏远 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还是盟友关系 既然是盟友 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俄战略中 欧洲呢就会发挥一种制衡俄罗斯的作用 因此呢由于这上述的四个方面的这个矛盾吧 那么欧洲呢从整体上来讲 和俄罗斯还是要保存一定的距离 尽管双方在经贸方面 在能源合作方面互相有所依赖 但是整体关系上来讲 还不可能能够像欧洲和其他国家那样 发展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 它也对我们的这个刺客 就是这次刺客 是的